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商场算是我今年逛的这么多的商场里边 在上海从热闹的程度能排到至少前5名的 因为它刚开不久 所以说人气非常非常的足 它里边的吃喝玩乐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业态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 今天我带大家吃一家在这个商场一楼的一家店叫B-BIG 前面有一个小外摆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设计的还是挺好看的 进来看一下 哇哦 里边人还是蛮多的嘛 但是需要排队的 这边是要结账 那我要往后走了 哎呦呦 我走错地方了 这个要从这边来 从最尾前边放了有好多这种水果的 对吧 你看这个是一个蛋挞 是龙眼的 小哥帮我拿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巧克力的对吧 这个 哎对 巧克力的这个 我看你们有一个那个草莓塔还是 草莓塔 可以看他们的所有的这些面包啊 它的上边都是有一层 除了一层 就是亮亮的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 是吧 原味可送14块钱一个 这边还有这个三明治 26块钱 它是牛肉芝士的 其实卖的不贵 然后它这边也有 贝果 你们家的这个面包看起来都是亮亮的 有些是刷糖水 糖水 哦 好 谢谢 然后这个是20 这边这个冷藏柜里边还有一些 类似蛋糕类的东西 哦 它这边你看还有这个 巧克力的这个 罗勒的巧克力的这个 哇哦 它的巧克力是偏 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它巧克力的这个 罗勒番茄是18 黑松子的这个是24 学姐有没有推荐的 开心我泡河 开心我泡河 哎 你们的咖啡在哪点啊 哦 哦 你看这是他们的盒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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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就这些了 对 嗯 好嘞 谢谢 你看 他们后边这个咖啡巴探 它这边人还是蛮多的 你看 后边队又排满了 然后你们这边有什么 还有什么推荐的咖啡呢 我再点一杯 推荐的咖啡吗 推荐的咖啡 我们家的特调咖啡哦 特调的咖啡 对 在这边 我来看一下 他们竟然有特调咖啡啊 你看啊 他们的浓缩卖15块钱 美式是15 热的 冰的是20 嗯 然后有拿铁 纯白 应该是奥白 Cappuccino 蜂巢拿铁 手冲 冷脆 你帮我点个冷脆咖啡吧 冷脆我们今天卖完了先生不好意思啊 哦 他们的Cappuccino竟然卖20 是因为杯量小吗 对 所以我们根据飞行价格不一样 好吧 我先拟一张手冰 那你帮我点一个拿铁吧 好的 拿铁要热的还是哪个拿铁 热的 好的 20 这是他们的拿铁 其实价格卖的也不算特别贵吧 然后这边一共是130块 特地批票到对面去 好的 你好 809 让手冰到哪次好了 他这个店铺是属于偏商场的店铺 你看在这边的话就是连到商场的里边了 我刚才进来的地方那是属于外边的门 那他店铺其实不是特别的大 里边几乎是没有能做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能做 要不就是外边了 等一下我就坐外边了 他们这边你看就是饮品和展示的面包的 是完整整分开的 饮品在一侧 展示的面包在另外一侧 因为买面包的一直在排着队的 小哥还给拉了个花 看一下 这小哥做咖啡还是蛮讲究的 还蹭了成粉 拿这出来喝了 坐外边了 我且外边没桌子了 哎呀坐这里吧 小伙伴因为没地方坐 所以说呢我就只能坐这个地方了 就是他们的咖啡杯量是非常小的 让我想起来了澳洲 就是澳洲你去喝咖啡的话 那他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小小的杯子 他上面写的是237毫升 我先尝一下贝果吧 外边的是刷了一层糖 你如果是捏的话呢 他也是就是里边是软软的 外边是一层壳 整体口感呢其实没有那么的细腻 有一点点这种面的颗粒感 可能跟他里边这个红豆泥的馅 是有关系的吧 他整个这个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这种颗粒感的 他这个味道虽然说是甜口的 但是呢里边也有一点咸咸的馅 看了一下他上面写着的 他里边是有紫酥的 那这个咸的应该就是紫酥 微微的这种咸咸的感觉 他就中和了一下整个甜度 挺好吃的 挺爱吃的一个 剩下的一半我就明天早上当早餐吃了 吃一下这个 这个呢它是椰子片的可颂 它上边粘的是椰子片 我最开始以为它是杏仁的呢 我先吃一下它上面这椰子片吧 好香脆啊 我把这个可颂掰一下 它这个可颂里边也是有奶油的 哇它这个好好吃啊 我本来以为很甜很腻的那种感觉呢 结果它是比较清爽的 淡淡的这种椰子香气的口味 挺好吃的 它的可颂呢是属于这种酥软的 它不是那种烤得非常脆的那种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酥软的感觉 刚才那两个小姐姐走了 她示意我 来要不要坐她这边 那我就挪一下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呢我完全是因为看到 上面的这个开心果看起来很有食欲 你看它上面的这撒的这些开心果碎 确实看起来是很有食欲 然后里边的这个奶油 应该也是用开心果泥 它夹了开心果泥打出来 这个呢吃起来 其实就更像是一个甜点的感觉了 因为它里边的果仁 还有奶油的比例是比较多的 吃起来特别香 因为果仁太多了里边 吃到了一个开心果皮 这个呢是我们买的这个里边最贵的一个 它是36块钱 只要是含开心果的这个原材料的 它的单价可能都会偏高一点 这个吃到后半个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一个想要喝一点咖啡或者是水 因为它非常非常香 喝下它的美式了 它的美式呢你看都是这么小小的一杯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美式当水喝的人 我会觉得它不够喝 喝着我感觉是非常像用全自动咖啡机 直接打出来的浓度不是特别高的味道 但是呢人家吧台用的是半自动的咖啡机 人家用的是狼人走口做的 所以说我在想 有可能啊 它这个是用的一个单份的浓缩做出来的这么一杯 美式 它如果要是用双份的浓缩做出来这一杯的话呢 我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浓 而且会很香 但是这个我目前喝起来我感觉有一点水的感觉 你的比例做的更浓了之后呢 整体的口感就会更香一些 那它这个呢其实那个香醇的味道没有出来 我再试一下它的拿铁啊 它拿铁是20 你看也是小杯的 哇 拿铁感觉喝起来跟美式是完完全全两种风格 浅烘焙的咖啡豆做的 但是它的这个美式呢是很明显的就是用深烘焙的豆色 我印象中它店铺里面好像是有两台摩托机的 我等一下再进去再确认一下 它这个一定是用浅烘焙的 喝起来是这种花香的感觉 很清新喝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真的 如果你要是喜欢喝浅烘焙的拿铁的话 这个真的是很绝 真的很绝 有点这种像龟下豆子做出来的拿铁了 而且它的奶咖应该用的是双份的浓缩 应该不是单份浓缩 如果是单份浓缩的话 它喝起来的这个比例和平衡感 应该不会是像是这样子的 两口已经喝了三分之二了 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所以说它这个真的奶咖绝绝子 太好好喝了 哇 但是美式真的很一般 这个比例应该要再调整一下的 哇 越喝越水它的美式 奥白绝绝子 美式可以调整的更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没错 他们还真的是用了两个咖啡豆 你们的美式和拿铁 是不是用的不同的咖啡豆啊 我们的传统意识咖啡是可以选两款咖啡豆的 嗯 一款是常规的衣食拼配 嗯 它是由巴西还有哥伦比亚海军的偏激 这款咖啡豆的风味是传统的焦糖可可 OK 然后因为加了偏激的原因 所以它如果喝清咖的话 就是喝美式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梅果的味道在里面 嗯 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一款是传统的SOE SOE的意思是单一产品 或者单一庄园的咖啡豆 这款咖啡豆主要的风味是以水果的调整为主 哦 了解了 谢谢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 吃完了 你看外边天都黑了 对吧 一直在排队 而且他们这边你看买面包的这些人啊 都是就是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嗯 你如果还是在徐慧啊 静安那边啊 很多像这种面包房 可能以年轻人居多吧 但是这边的话 他各个年龄层都有 然后再帮る 您开始 av咖啡豆腐 jalétique 我发生的技术 所以说 镭带闧